在佛法里面用这个做比喻 今如来法王 也复如是 为令佛种不断骨 以甘露发水而观佛子之顶 从此之后一切慎重 先说敬仰 也知此人毕竟不退于无上菩提 定少如来法王之位 以上就嫌人粗微而生 这是授记观点 他有没有称佛 没称佛 但是知道这个人修行 真正不退转 将来一定成佛 这是佛 为学人授记 所以叫粗微 那么佛灌顶用不用谁呢 也用做象征 表法的 这个诸位要知道 佛法 众设置 不众形式 但是形式有这个必要 表演 表演给大众看的 希望大众 看到这个形式 不要忘了 灌顶真正的意义 灌是什么意思呢 传授的意思 老师 把修行的道理 讲给你听 你明白了 你觉悟了 这就是灌顶啊 灌进去了 讲给你听 你没有听明白 你听不懂 灌没灌进去 就这回事 你都真听懂啊 听懂之后 一觉奉行 你就得利益了 所以这是粗管 那么有此之 这我们就晓得了 形式不重要 有形式 没有形式 都没关系 我们求佛 给我们灌顶 那么能求到 能 有没有灌进去 那才个人 怎么求法呢 你把无量寿金 从头到尾念一遍 就是摄放如来 给你灌一次的 你念一遍 真懂了 真明白了 一觉奉行的 灌进去了 一天念两遍 就灌两遍 一天念十遍 就灌十遍 这叫真灌顶 这不是假的 所以没有形式 真的 传授嘛 这一遍 这一步 这一步进 摄放三世 一切如来 都依照这个方法 修行正果 都依照这个方法 教化一切众生 令一切众生 像佛一样的成就 这叫大灌顶 这真灌顶 这个道理 你一定要懂得 这一步书 从头到尾 字字句句 就叫做 甘露发水 甘露一跤风行 你看 从此以后 一切伸重 嫌疏敬扬 也知此人 毕竟不退于 无上不提 将来往生 西方极乐世界 一定是 朕得 如来法王之位 肯定的 这个就是 佛法里面 灌顶的意思 用这个来表法